这件事啊,咱们陆平长大了,他就知道是大公鸡嘛,在座都知道,但是那个小孩那个,中间那个小男孩是吧,他就会说,啊,说什么?是妈妈! 好,早上叫起床的是妈妈! 两条嘴,第一次叫她起床,好,家伙,是不是,是不是妈妈呀? 不是,我没跟他约好,因为父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父亲节,比如说昨天,那个星期四的我们的节目,昨天终于有谁听了呢? 哎呀,这个大家听得不够,每年都没关系,听得不够,我就一下说了,没听得就好,没听得就好 嗯,这个父亲啊,带着五个儿子,嗯,在游乐场里头,啊,那个,那个什么摇奖,摇奖,摇到一个很好玩的礼物,一个礼物,可是,怎么办呢?只有,有五个人只有一个礼物啊,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那这样,那就是,给谁啊,你想一半份的,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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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做好了啊,一,二,三,四,五,哦,这五个儿, 不是,这孩子都不好,我今天来问你们,你们中有谁,你从来不和妈妈顶嘴,哎,妈妈说什么就做什么,绝对没有恩諸可怅的 如果,谁做的到。嗯 就给他 就给人最听话 是不是这意思 我孩子一系量起来了 怎么说啊 爸爸 礼物是你的 爸爸最听话 哎呀 这孩子 大家知道父亲节跟母亲节的区别是什么 父亲节和母亲节区别 不就是一个是给父亲过 一个是给母亲过 还是区别吗 那个不是本质啊 那还不是本质啊 就是小孩吧 刚才这个小朋友啊 刚才你能跟我配合好的 你叫什么女子啊 What's your name Daniel Right Daniel 我Daniel 我虽然这个 这个刚才认识他女子 我跟他熟了其实 是吗 你就是一面一见 你就特别熟了 对 一话这怎么回事 Daniel就有一天呢 就问他爸爸 说什么 他在学习嘛 在学中文嘛 是吧 他在学中文 他就问他爸爸说 他说爸爸这个节俭 你的这个吝啬是什么区别啊 节俭和吝啬有什么区别 对 对啊 他爸爸就说这还不清楚吗 怎么说呢 过父亲节 商店里降价 我买了一个降价的鞋子给我 那叫我节俭 买了一便宜的 过母亲节 商店里降价 我买了一降价的鞋子给你妈 那怎么着 那叫吝啬 好嘛 哎呀 真点到点子上了 哎呀 是没错 是没错 是有这么一说 好 那现在呢 咱们来说说这个小孩子的事啊 因为现在谈到Daniel了 Daniel的教育 方老师一直非常关心啊 是吗 你还挺关心的 是是是是 刚才下的很关心 下完嘛 是吧 嗯 对 学外文 学外语啊 这个学中文 这个非常重要 对 现在来的学中文 就非常顺畅 哎 我们这下层教育的内涵了 啊 我下面这段故事讲完 那Daniel一辈子都记得 哦 您下边讲一段 Daniel一辈子都忘不了 哎 您说吧 有只母老鼠 嗯 从重力爬出来 怎么着 带着他的六只小老鼠 出续春游 哦 老鼠也春游 哎 哦 啊 好想说 结果春游啊 乖乖的认识这个母老鼠啊 走来走去的挺好啊 外面这个阳光明媚的啊 哦 不错 嗯 吞 嗯 怎么 出现一只大猫 那完了 这老鼠见了猫 还不得赶紧跑啊 这六只小老鼠 吓得简直全 真躲在这个妈妈的背后啊 哦 对 先要吃了先把大老鼠吃了 是不是 哎 这母老鼠怎么办啊 啊 怎么着 这母老鼠啊 啊 沉着冷静 呦 啊 这老鼠还沉着冷静呢 哎 这头低下来 啊 怎么着 仰着头对着这个猫 啊 啊 叫正啊 突然来一声 说什么啊 哦 哼 啊 这这就是狗叫这个 老鼠 这猫没没见过老鼠这么叫啊 啊 没 是没见过 心一下 哎 就泡掉了 那是啊 这蛤 这蛤 这猫 像狗了 这回 哎呀 这个时候呢 这母老鼠啊 啊 就转过身来 嗯 让后的六只小老鼠 怎么样 挨一排坐 啊 坐好了 还坐在前面 怎么着 大家都把手背到后面来 干嘛啊 然后猫老鼠 嗯 语重心长的对他们说 啊 都说了些什么呢 孩子们 嗯 你们现在知道 嗯 学外语的重要性了吧 哈哈哈哈 对啊 好嘛 哎呀 这是学外语呢 何才是 哈哈 好 是挺重要 救一命 嗯 呆尿 嗯 学外语重要吗 哈哈哈哈 都说了 重要 太重要了 不知道 孩子挺不听得懂啊 哈哈哈